大家好 我是煌靈 影片開始先祝各位卡肉節 而不是 我是說中秋節快樂 昨天把聲音扁得差不多了 接下來幾天應該都會是瑞琳的回合 今天要介紹的是日版目前的卡石角色 強欲魔女 艾基多娜 對多娜不熟的 我這邊先花幾句簡單介紹一下 多娜強欲的點主要是在無窮無盡的求之慾上 這次合作活動也是從多娜入侵蘭德索爾開始的 然後多娜的標籤有附黑 為了知識可以各種鬼扯 例如沒有說謊 但隱瞞了重要事實 最後目的達成了 因此過程就可以完全無視 然後多娜的體能極差跟優妮同等級 限定角色 暗主性會魔法破防 輔助 間單體輸出 一技能以自身為中心 範圍300內的友方 大幅提升魔攻魔爆 魔法爆擊傷害 持續12秒 並小幅度恢復TP 二技能對眼前最近的敵人造成大幅度魔法傷害 受到傷害的目標 小幅度降低魔防 小幅提升受到的魔爆傷害 持續12秒 特殊技能自身血量為0時大幅度恢復自身血量 一場只能發動一次 復活後自身進入 幻化狀態持續180秒 效果是受到傷害減少50% 當自身前方沒有友方單位時 幻化解除 一技能開戰後提升自身魔攻 最後是UB 被眼前敵人造成兩次無視50魔防的特大魔法傷害 多娜的技能施放的順序我就打在畫面上了 多娜的範圍300大概可以增益到人 中衛增益不到的沒有幾隻 後衛則是全部增益的到 在暗法隊中大概只有暗空花增益不到 接著我們來看有趣的特殊技能 這個技能最特殊的地方是在於 它是本遊戲首次的被動技能 在多娜之前 所有角色進場時都是空狀態 任何賦予自己或是對面的狀態都必須要 施放才行 就我所知 應該是沒有狀態是開場自帶的啦 像是飛行就要花一洞去施放 而多娜是直接開場自帶 它都自帶效果了 就沒有辦法用星辰靈中斷 或是用拉拉隊初音給秒掉 接著我們來看特殊技能的復活效果 我這邊把多娜抓來也當貓抓板給朱西玩 1分13秒 朱西KO多娜 然後她就滿TP了 1分12秒 朱西對多娜施放UB造成零傷害 1分10秒 復活的多娜對空花放出UB 這個小測試可以知道幾個事情 第一個是復活需要時間 第二個 復活中還是會被技能鎖定 但是是無敵的 第三 復活時身上的增益不會消失 第四 把多娜打到血量歸零 觸發復活的角色 不會獲得TP 第五 多娜倒下的時候血條會歸零 跟各位說個好笑的事情 我在玩畫面上的生育四肢時作業時 一開始不知道多娜血量會歸零再復活 我作業抄一抄 發現多娜血歸零就有習慣性的按上頁 我以為是我練度不對 所以歪走了 其實這樣是正常的 這邊本來就是要靠復活站起來 我也做了測試如果對多娜造成大量傷害會怎麼樣呢 她一樣可以復活再度站起來 這才是真復活 以前我有時候會說厄里斯的技能是復活 但嚴格來說 厄里斯的不算復活 只能說是兩條血 在身上有厄里斯回歸強迴的情況下 如果對面傷害太高 一次把兩條血條打掉的話 角色還是會倒 久再也站不起來了 然後如果多娜還沒復活過 身上又有厄里斯的回歸強迴 被打到血量歸零的情況下 兩個效果會一起觸發 接著我們來看多娜的生育表現吧 現在畫面上這個是用多娜能半自動打贏四肢時的隊伍之一 先說一下這隊對於什麼樣的玩家通關 暗四肢時會有幫助 現在畫面上這組是暗霧半自動能通關生育的組合 日版大概是八月中 第五合流點 大師三三之後可以半自動通關 這個屬性要求在當時不算特別高 沒有重置的玩家也能達成 而如果是角色有缺 或是屬性不夠 又懶得打手動刀的玩家來說 多娜這組也能半自動通關 屬性要求跟暗霧差不多 到時候還沒通關 暗四肢時的可以考慮 然後稍微介紹一下孟炎嘛 這隻王UB會針對攻擊力最高的角色去扁 造成很痛的單體魔法傷害 降低一千TP並消除增益狀態 打這隻王最麻煩的地方就是要調夜裝備去調攻擊力 只要沒有調好 或是羈絆劇情沒有看之類的 就很容易會被煉渡警察逮捕 這隻王超級無敵 適合多娜去打 畫面上這組一分零九秒就靠復活擋掉了王一發UB 這時厄里斯的回歸強圍還沒釋放 所以等厄里斯回歸強圍後 多娜會變兩條血 後面還可以再扛一次王的UB 案法就是這樣 靠著多娜復活跟厄里斯兩條血 好幾個角色輪流吃UB 撐到最後把王打爆的 另外 有人可能會關心公主黑貓去哪了 是被多娜取代了嗎? 公主黑貓會增加自身魔攻 然後就會被王扁 因為她魔攻實在太高 會被瘋狂點名 不太適合打夢魘 畫面上這組用凡希的玩了一下 以我日版沒有重置生育的進度來說 剩下五秒能收 再來是另一組把凡希換藍法 這組更開心 只要調好魔攻之後 全Set就能通關了 只是這組的傷害比較低 大概要打到最後兩三秒才能收 這組用有重置跟沒重置的帳號打起來 過程會有一點點差 有重置的帳號 54秒 王UB摩基塔會殘血沒死 沒有重置的帳號 54秒被王UB會直接觸發 然後下一次9秒 王UB摩基塔就會被王打爆 雖然最後還是能收掉王 但傷害會少一點 如果練度不夠 可能會影響最後結果 摩基塔的專武血量很重要 羈絆血量也很重要 沒事 不要卡這個 另外 用藍法組合 我有稍微玩了一下 可以在每點按血量跟按魔防的前提下 半自動9秒 吉塔不倒 經過為陣胡亂操作之後 王的9秒UB是打多娜 問題是王9秒UB打多娜之後 多娜會少一發UB 傷害少700多萬 最後反而還收不掉 笑死 只能說抱歉的吉塔 可是我真的很需要那個酷酷的多娜UB 總之 多娜的綜合能力很強 在生育有很棒的表現 再來是戰略戰表現 現在畫面上這邊是日版上月 三王死神 然後這組是手動跟半自動傷害最高的組合 這隻王的弱點是水光 就把水光兩組最強的角色抓在組混合隊 手動最高1.7而已 半自動約1.7億 而多娜登場後 有人用畫面上這個暗法隊手動打到1.66億 雖然還差600萬 沒有超過上個月傷害最高的隊伍 問題是這隻王可沒有暗屬性弱點 暗屬性在沒有弱點的情況下可以打出這種鬼傷害 只能說很扯 泳裝凡希跟多娜的登場讓暗法隊又更強了 只能說暗又贏 另外稍微說一下為什麼是畫面上這五個角色 死神的特色是會按照自身魔攻去扣角色的血量上限 這是個不降魔攻就沒辦法打的BOSS 而摩基塔 灰姑娘真步跟泳裝凡希都是來降魔攻的 放惡里斯應該沒有人會有疑問吧 以上角色都放了之後 為什麼最後一個角色是多娜而不是公主黑貓呢? 這刀我就沒玩過了 不是很確定最後為什麼是多娜 有可能是在破防量足夠又有戰隊戰大傷盾的情況下 多娜的表現由於公主黑貓 總之目前還不敢說多娜一定就比公主黑貓強 但有機會威脅到公主黑貓的登場率 看完戰隊戰表現 接著是競技場表現 現在畫面右邊是我群組第一名的防守隊 放了人見人愛的涅比亞 我使用畫面上的這個組合去打 對面真陽開場控制我的新年祈禮 結果整隊被反控了 接著我放真陽UB帶走對面的真陽跟豬妹 然後星辰優衣UB打倒喜歡對不起優衣的玲 這時對面剩下超凡人角色 涅比亞還有厄里斯 涅比亞第一動是飛行 第二動是物理無敵 面對已經貼臉 一臉想要找人玩耍的涅比亞 多娜使用超痛UB回應 一發UB轟在涅比亞的臉上 直接秒殺 要最快秒掉涅比亞的方式就是 第二動用法西UB趁她沒有魔法無敵的時候把她打爆 多娜競技場表現我就只放一場了 最近瑞琳集體六星 競技場防守組合全部都是瑞琳的六星 會對競技場造成很大的影響 目前競技場環境只能說很不穩定 我就先放個一場 之後多娜有沒有跟其他人搭配來競技場進攻 就再找時間研究吧 我是覺得多娜開場自帶復活有夠強 不像其他角色在競技場要浪費一動放技能 像是諸妹涅比亞的開場飛行都要浪費一動放 其中諸妹有時候飛行飛太慢 還會被拉拉隊出於秒殺 相較之下 多娜就沒有這個問題 她競技場表現還是值得期待的 看完以上表現做個結論 愛基多娜的表現只能說整個就很扯 指論強度的話也非常值得抽 再加上她是合作角 有可能會永久或是半永久的絕版 那就更應該抽了 影片最後 看一下多娜個人劇情 怕劇透的可以現在跑路了 第二話 為了觀察有趣的幼術 多娜來到海邊打工 補充一下多娜對海的知識量相當不足 所以這裡可以滿足她的好奇心 多娜在海邊興致勃勃的研究海 像是她觀察到海邊富含鹽份 所以沒有植物生長 又對地上的細砂感到好奇 對漂流到岸邊的塑膠開始思考材料與造架 還抓了一隻螃蟹來玩 總之就是非常好奇寶寶 多娜在海邊進行各式研究 之後沒多久她就說她累了 要休息了 不過打工戰士右術的戰鬥才正要開始 打完一份工還有下一份工 多娜聽了之後相當無言 她說要繼續觀察右術所以會跟著 不過因為沒體力了 所以不會參與勞動 在右術做海邊巡邏的時候 魔物登場了 右術好不容易打倒一隻 卻又冒出三隻魔物 多娜問右術要不要使出隱藏的招式 右術則是說打不贏 所以想要逃跑 就在這時 多娜散發出了可怕的氣息 魔物本能的感覺到很不妙就逃走了 於是右術的海岸巡邏工作總算結束了 可喜可賀 問題是打工魔人右術又要開始她的下一份工作了 那就是幫餐廳開發新菜單 多娜雖然對右術為什麼這麼愛打工感到很無言 但還是提供了幫助 她運用自己的知識 做出了個新的飲品放到右術面前 毫無防備之心的右術直接喝下去 發現還不錯 多娜對於右術對魔女的飲料這麼毫無防備之心很無言 告訴她世界上有很多壞人還是要小心 多娜說完之後也告訴右術她的製作理念還有飲料的配方 然後這段插曲就結束了 我只想說我才不在意製造方法跟製造理念呢 我只想看原料有什麼 各位看看畫面上這張官方四格漫畫 多娜對於初次吃的爆冰很感興趣 她說她在城堡裡也能做出來 艾梅斯問她能生成物質嗎 多娜的回答是 她沒有辦法無中生有 只能改變物質的型態 也就是用自己的提議做爆冰 這個是瑞琳原作的梗 多娜給卯喝過她提議做的茶被稱為多娜茶 所以剛剛那個飲料到底有沒有加多娜汁呢 你給我說清楚哦 接著是第四話 在右術結束海邊打工之後 多娜跑來找右術玩 說要了解怎麼在海邊娛樂 右術向多娜介紹了一些海邊的活動 像是游泳 沙灘排球 玩沙之類的 兩人在海邊閒逛加油玩 不知不覺就玩上了 心情不錯的多娜向右術伸出了手 問她要不要締結契約 多娜對於右術願意稱她為朋友 感到開心 覺得這個是命運的相會 多娜說要以自己的知識來幫助失憶右術 而右術在這個世界是未知的集合體 可以滿足多娜的求知欲 正當毫無防備之心的右術要答應時 被艾美斯跳出來喊停了 艾美斯說多娜只有講契約的好處 沒有講壞處 很可疑 所以跳出來喊停 要多娜不准對右術出手 艾美斯覺得多娜只是想要讓右術當自己的眼睛 這樣就算多娜回原本的世界 她也有辦法觀察到右術這邊的世界 總之被艾美斯喊停之後 多娜暫時放棄 車退了 以上就是多娜的個人劇情其中兩話了 應該能讓沒有看過瑞麟的觀眾大概了解多娜這個人的個性 各位想要吃多娜冰或是喝多娜茶的 可以現在開始純鑽排隊了 OK 以上就是這次影片的全部內容了 喜歡我的影片可以點喜歡 訂閱並分享 然後要開啟訂閱旁邊的小鈴鐺 才能第一時間收到本頻道的通知哦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